這是阿銘 她是海牛王國的王子 這是小美 她是海豹王國的公主 阿銘跟小美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情侶 彼此深愛著對方想要攜手白頭 廝守終身 然而這時候阿銘的爸爸 也就是海牛王國尊貴的國王卻突然說 小美 我決定娶你為妻 從今以後你就是海牛王國的王妃了 NO! 小美本來是阿銘的未婚妻 現在瞬間變成了她的繼母 失去啦 一切都失去啦 阿銘從此跟她的父親海牛大王結下了梁子 一場腥風血雨的悲劇就此展開 你可能在想這是什麼狗血劇情啊 但這其實就是世紀經典歌劇唐卡洛的劇情 唐卡洛是義大利的歌劇大王威爾蒂所有的歌劇中 最龐大 最壯闊 也最深刻動人的一部 她不只本身是一部好看又好聽的歌劇 她的存在也讓我們見證了傳統的義大利歌劇 在時代快速變遷的狀況下如何求新求變 在歷史的激流中往下深掘自己的藝術價值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 阿銘跟小美的故事之後會如何發展 也來聽聽這個悲劇的故事中如何激盪出鑽人熱淚的音樂 在上一部影片裡面我們介紹了德國歌劇跟意大利歌劇之間的愛恨情仇 也聊到了德國的歌劇大明星華格納如何影響了威爾蒂 讓威爾蒂的作品裡面突破了意大利歌劇舊有的框架 創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藝術價值 而這些激盪出的改變就直接在唐卡洛裡面落地生根 這部歌劇從頭到尾總共演完要三個多小時 這麼長的篇幅卻沒有一刻是冷場的 裡面融合了歐洲各國歌劇的特點 隨時都可以聽到意大利歌劇最典型的好聽的不得了的旋律 還有像德國歌劇一樣超豐富的管弦樂法 讓劇情的戲劇性被淋漓盡致的體現出來 更不要說像是法國大歌劇裡面超級壯觀的舞台佈景 正好唐卡洛這部歌劇也是高雄魏尾銀2022年推出的旗艦製作 他們要在10月27到10月30號在魏尾銀歌劇院連續上演4天 推薦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不過在我們介紹唐卡洛的音樂有多麼精彩之前 還是要先簡短聊聊這部歌劇的劇情 到底在講什麼呢 首先唐卡洛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 他是16世紀左右西班牙的皇太子 他的故事被德國詩人席勒寫成了一部戲劇 之後這部戲劇再被法國的劇作家還有威爾蒂改編成了這部歌劇 在這樣改來改去之後呢 以下你看到的這些所有的故事 基本上都跟歷史上真實的唐卡洛沒有什麼關係了 他的故事最核心呢 就是在講唐卡洛這個主角與其他人物之間發生了在感情上 還有政治上的矛盾衝突 最後演變成了一個悲劇的結局 他的故事大綱裡面有幾個主要的衝突點 首先第一個衝突點呢 是關於感情的衝突 也就是這部影片開頭的那個故事 西班牙王子唐卡洛跟法國公主伊莉莎白 在法國的風丹白露見面之後陷入瘋狂的熱戀 因此在歌劇的一開始 你就可以聽到他們唱起了這個超好聽的二重唱 但是之後呢 唐卡洛的爸爸也就是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 突然決定要贏取伊莉莎白為妻 唐卡洛超級崩潰 未婚妻瞬間變成寂寞 呵呵 你還能講到什麼比這個還要悲慘的事情嗎 這就鋪陳了日後 唐卡洛跟國王之間的第一個衝突 之後的第二個衝突點則是來自政治方面的衝突 唐卡洛最好的麻吉 羅德利果 潑殺侯爵這時候出現了 他勸唐卡洛放下這段感情 別再去享樂 你有更重要的使命啊 這時候他們兩個就唱出了象徵兩人有情的二重唱 羅德利果說 你應該想想法蘭德斯人民所受到的痛苦並幫助他們啊 那法蘭德斯是哪裡呢 就讓我們來回顧一下歷史 十六世紀的西班牙國立如日中天 國土遍及了世界各地 順帶一提包括我們現在所說的菲律賓這個國家 其實也就是菲律普二世的名字所命名的 而在歐洲的這個地方夾在現在的法國跟德國中間 這個主要說荷蘭語的地方也是西班牙的國土之一 他的名字就叫做法蘭德斯 但是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發生之後 西班牙仍然是信奉舊教 法蘭德斯的人民卻開始信奉新教 因此西班牙人就把法蘭德斯的人民視為是異教徒 常常迫害他們 讓當地的人民苦不堪言 總之呢 這位羅德利果正好就是西班牙的宮廷裡面 少數支持又同情法蘭德斯的人 他鼓勵唐卡洛多多關心法蘭德斯的人民 而唐卡洛聽了好麻吉這麼說 當然也就深受影響 這也鋪陳了日後唐卡洛跟國王之間的第二個衝突 不久之後啊 這兩個衝突都正式爆發了 首先在感情方面 西班牙的宮廷裡面有一位叫做愛玻利的公主 長得非常的漂亮 她愛戀著唐卡洛 傻傻地以為唐卡洛也愛著她 結果後來她發現唐卡洛愛的人居然是伊麗莎白王妃 她氣瘋了 決定打小報告 把這段布魯人之愛禀報給國王 而在政治方面 唐卡洛受到羅德利果的影響 積極地支持法蘭德斯的人民 結果在一次對異教徒的火星儀式中 唐卡洛跟國王發生了爭執 當場被以現刑犯逮捕 在衝突發生之後 國王非常的心痛 我的老婆不愛我了 我的兒子也背叛我 而就在這個悲慘的時刻 整部擱置的大魔王終於出現了 一位高齡90歲的宗教審判長 他代表著天主教守舊的力量 指使國王說 你呀不知該殺掉唐卡洛 那個羅德利果也是叛徒 更應該先被處理掉 於是故事的最後 經歷了一番事件之後 羅德利果跟唐卡洛雙雙死亡 伊麗莎白王妃崩潰絕望 而當初打小報告的愛玻利公主 陷入了痛苦的懊悔與自責之中 而國王呢也沒有好下場 他失去了兒子唐卡洛 智友羅德利果 還與妻子伊麗莎白決裂 最後歌劇就在這樣多重的悲劇之中結束了 以上的劇情是我用最簡略最簡略的方式統整 其實完整的故事內容非常的複雜 席勒原本的劇本就受到許多評論家批評 說他的故事情節不夠統一啦 有些角色的行為也讓人費解啦 而這些劇本的缺陷也顯現在威爾蒂的歌劇之中 威爾蒂自己也意識到這部歌劇過於攏長 結構不夠清晰 有很多部分的情節是不必要的 因此在首演之後他又進行了好幾次的刪減 最後更是把整個第一幕都刪掉了 從一個五幕歌劇變成了一個四幕歌劇 所以我們今天的講解都會以最後的四幕版本為主喔 雖然說劇本方面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但是他的音樂卻是無庸置疑的非常的精彩 三不五時我們就可以聽到旋律好聽得要死的經典曲 比如說第一幕中間的這一段 啊每次我聽到這段音樂心裡都會讚嘆 是什麼樣的天才才能寫出這麼好聽的旋律呀 這段旋律我就把它稱為不捨的動機 在這段劇情裡唐卡洛原本已經決定要 徹底的拋下這段感情 離開西班牙前往法蘭德斯 於是他來到西班牙王宮的花園裡面跟伊麗莎白道別 想要跟他一刀兩斷 結果想不到啊 兩個人一見面就情不自禁 陷入了感情之中難分難捨 在這樣的情劇下 配上這樣揪心的二重唱 威爾蒂亞你真的是太狠心了呀 除了優美的旋律以外 唐卡洛這部歌劇裡面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 就是他對管弦樂團的運用 在唐卡洛這部歌劇裡面 他的管弦樂團非常的豐富又精彩 有時候樂團的重要性跟歌手還不相上下 因此在唐卡洛捨不得與伊麗莎白分離 大聲咒罵著 哎呀我被詛咒了的時候 背後的管弦樂團非常的激動 簡直就像是交響曲一樣氣勢非凡 因為管弦樂團的戲份大量增加 所以很多人物沒有講出來的情緒 威爾蒂都透過管弦樂團的音符來暗示 比如說我們來聽聽第一幕的後半段 在這段情節中 國王因為懷疑伊麗莎白王妃跟唐卡洛有一腿 所以當著眾人的面前羞辱她 她把王妃的侍女開除 要她滾回法國去 這時管弦樂中的英國管唱出了悲傷的哀歌 接著王妃也可憐稀稀的唱起了歌 安慰她的侍女 雖然表面上的歌詞是在向自己的侍女道別 但是其實哀悼的卻是自己可憐的處境 我們可以聽到管弦樂團不斷的重複著這個動機 這個 就像是一個人在叹息一樣 我就把它稱為叫做叹息的動機 它在整部歌劇裡面會不斷的出現 每次出現的時候 似乎都暗示著一種無助又無奈的情景 這一段王妃的悲嘆寫得真的是美啊 管弦樂團不只是單純的伴奏 而是有自己的旋律 而且跟聲樂的旋律緊密的交織在一起 而這個叹息的動機最妙的地方就是 它不只暗示了王妃自己的處境 它也同時的暗示了國王的處境 因為這個手裡掌握了無上權力的國王 其實自己也是很無助的 所以當劇情來到了第三幕的開頭 我們就聽到了這樣子的一個開場 雖然聽起來威嚴無比 但這裡演奏的音符 居然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叹息的動機 因此當木掀起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無比淒涼的場景 原來是國王深夜中在自己的臥室裡面 深陷失眠之苦 久久無法入眠 人們常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失 所以國王的心中煩惱的事情是什麼呢 他要煩惱的事情可多了 首先他的兒子唐卡洛為了法蘭德斯 而公開忽逆他 而另外一個原因當然就是 我的老婆不愛我 他從來沒有愛過我 啊 我可憐的傻國王啊 他怎麼可能會愛你呢 我們剛剛之所以會聽到叹息的動機 用這麼強烈的方式開場 原因正是因為即使擁有無上權力的國王 掌管了半個世界 但是他卻連自己最親近的老婆跟兒子都無法掌握 世界上還有什麼事情能夠比這還要更感到無力的呢 而這首國王的難低英勇碳調 就將這種深深的無奈表達了出來 最有趣的事情是 剛剛我們聽到王妃因為受到國王的羞辱所唱出的悲歌中 叹息的動機在背後不斷的反覆 結果現在輪到國王的悲歌 居然也是這個叹息的動機躲在背後 這暗示了什麼呢 這暗示了 其實表面上是國王帶給王妃痛苦 但真正的事實是 兩個人其實都身處在同樣的痛苦之中 這段婚姻只是同時在折磨著這兩個人 但礙於現實卻沒有人能夠逃脫出這些註定的命運 值得一提的是 在以往的義大利歌曲 通常都是注重男高音跟女高音 因為他們比較能夠唱出花俏燦爛的音色 但是威爾蒂在這部歌劇裡面卻一改常態 這首國王所唱的《失眠獨唱》 充分的運用了難低英那種深沉又有威嚴的色彩 但旋律中又帶有一種深深的哀愁以及無奈 這些精彩的細節讓這首永嘆調成為了歌劇 歷史上最經典的一首專門寫給男低英的永嘆調 在王妃的悲歌以及國王的悲歌這兩首歌裡面 你就可以發現他們透過了一個叹息的動機被連結了起來 就如同我們上一部影片裡面說的 威爾蒂似乎是受到了來自德國的華格納的影響 在他的晚期歌劇裡面大量的運用了類似華格納主導動機的手法 在歌劇裡面用音符來說故事 這整部歌劇裡面除了叹息的動機以外 還有非常多其他的動機也都代表了特定的事件跟情緒 而我覺得另外一個更精彩的例子就發生在整部歌劇的最後一幕 這個最後一幕可以說是匯集了整部歌劇裡面的精華 很多重要的動機都在這裡一一重現 融合在伊麗莎白所唱的這首永嘆調裡面 是整部歌劇裡面我覺得最精彩的一首永嘆調 這裡面出現過的動機包含了我們剛剛介紹過的 比如說伊麗莎白與唐卡洛這兩個人之間代表愛情的二重唱 另外一個重要的動機就是這兩個人在西班牙王宮的花園裡面 道別的時候所唱的這個不捨的動機 而最後一個必須要提到的動機就非常的神奇了 在四幕版本的歌劇裡面的第一幕他的一開頭就出現了 他是一個在小調和弦跟大調和弦之間來回遊蕩的旋律 這個旋律所代表的人物只有在歌劇的一開頭還有最後的結尾出現 他跟劇情的發展一點關係都沒有 甚至根本也不是一個活人 但他卻是讓整部歌劇達到一個首尾呼應的重要角色 最後人物到底是誰呢? 他就是已經過世的先王查理武士 也就是現任國王的父親以及唐卡洛的祖父 在故事的一開始當唐卡洛來到修道院祈禱 希望從失戀的悲傷中解脫時 查理武士的靈魂就悄悄地出現在他的身後 低聲地跟他說 人世間的痛苦只有上天堂才能化解 似乎他已經看透了這齣悲劇 並且已經預知到了最後的結局 在整部歌劇的劇情發展過程中 他雖然沒有參與在其中 卻始終默默地看著這註定發生的一切 等待著最後帶領唐卡洛一起上天堂 化解他心中的痛苦 因此這個代表查理武士的動機 我們就把它稱為宿命的動機 在複習了這幾個動機之後 我們就來聽聽歌劇的最後一幕 伊麗莎白的這段獨白 看看威爾蒂是如何運用這些已經出現過的動機 描繪這些角色的內心世界 首先我們在續奏中聽到宿命的動機不斷的反覆著 只是這次是由銅管來演奏 這個充滿謎團的動機成為了這個悲劇的最後一幕的開場 預示著這個即將到來的宿命 這時的場景是在月光下的修道院 伊麗莎白在先王查理武士的墓前 守候著與唐卡洛見最後一面 這時的羅德利果已經為了拯救獄中的唐卡洛而陣亡了 但是他在事前把拯救法蘭德斯的計劃都托付給了伊麗莎白 要他必須協助唐卡洛去完成這個任務 而他在臨死之前也嘱咐了唐卡洛 要他到修道院裡與伊麗莎白會合 一起完成他們的使命 因此伊麗莎白在這裡 在查理武士的墓前 默默地立下誓言必須協助唐卡洛完成使命 而他自己則只想在完成任務之後自我了斷 結束這個悲慘的人生 在一段長大又深刻的管弦樂前奏之後 伊麗莎白對著墳墓裡的查理武士 唱起了這段著名的永嘆調 這段永嘆調的旋律 要歌手在高高低低的陰沉間來來回回 非常的困難 除此之外啊 整段永嘆調長達十分鐘 裡面有許多劇烈的情緒變化 對女高音來說是非常大的挑戰 μια歌... 一句話 請唱一段短的.. 在改靈盡里的情緒上 根容 變為設 matter 衛生命 programs 全然k tail oraz喝奶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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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後面 當伊莉莎白反覆的提醒著自己一定要完成羅德利果的託付 協助唐卡洛完成自己的使命時 情不自禁的呀 背後的管弦樂團演奏起了那個熟悉的旋律 就像是一个回忆一样涌现了出来 原来是那个爱情的动机 伊丽莎白回想起了在法国的回忆 回想起了她与唐卡洛第一次在风丹白鹿见面时的心情悸动 在伊丽莎白平铺直续的歌词底下 管行乐演奏着梦幻又美妙的动机 仿佛是陶醉在过去的回忆之中 接着乐团又演奏起了另外一个熟悉的旋律 原来是那个不舍的动机 伊丽莎白想起了西班牙王宫的花园 这里曾经是唐卡洛的故土 但如今却物是人非 这些动机的出现马上就让我们这些观众 跟伊丽莎白一样脑海里浮现了过去各种美好的回忆 也能够在优美的旋律中 听到这位可怜的王妃复杂的心路历程 可惜啊 虽然回忆如此的美好 伊丽莎白最后还是回过了神来 这部歌剧的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场悲剧最后又会如何收尾呢 在这部影片里面我就先卖卖关子 唐卡洛这部歌剧里面精彩的音乐真的非常的多 讲都讲不完 在这部影片短短的篇幅里面能介绍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如果你想要完整体验整部歌剧的震撼感 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年高雄魏武尹的旗舰制作 在10月27号到10月30号的这4天 在魏武尹歌剧院里面上演威尔蒂的唐卡洛 如同我们刚刚说的 这部歌剧的规模非常的庞大 制作成本当然也就非常的可观 要在有生之年看到现场演出是难上加难 这次魏武尹特地跟比利时的烈日皇家歌剧院共同制作 砸下了重本在壮观的舞台布景还有古装的重现 还邀请了很多国际大咖的歌手 对台湾观众来说真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除了这4场演出以外 为了要让大家演出前能够更理解 唐卡洛还有歌剧背后制作的流程 魏武尹还特地举办了一系列的工作方 讲座 大师班 直接邀请导演跟指挥等等的这些人 亲身分享歌剧背后制作的流程跟经验 真的非常的用心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襄盛举 赶快去资讯栏找购票连结吧 在折扣选项选取音乐家的无调人生方案 然后输入优惠码mswwy 就可以享有85折优惠喔 另外我们将会抽出五组幸运的观众 赠送你两张票券欣赏10月27号场次的演出 只要在9月11号到9月18号之间 在我们的影片下面留言 hashtag 抽奖去为我赢看谭卡洛 就有机会中奖喔 我们会在9月19号于置顶留言区公告得奖名单 我们在沱主 dic.听까지看下来 打融 alm勾 不是借机设计会 是脸床 什么呢 个人嗥